剛剛大家都試過了之後,我們先來看一下這裡 第一個,你要稍微準備一下 雖然各位現在沒有麥克風 只有一個有,還有我有 所以也許你就是有這麼多聲的 第一個呢,你要錄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你的布景主題 尤其我們Windows 7以後,它不是有比較多的那個 效果,對不對 如果說萬一你的電腦,反正你可以錄看看 萬一你的電腦就效能上稍微比較不是那麼好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Delay 那麼我會建議您就換成Basic 因為它預設叫Azio Azio那個會比較 需要一些GPU的 顯示卡的那個繪圖的 那個時間 那這是第一個 所以 第二個呢,你要注意的是麥克風更亮 假設 你要用的 不是像我這種就是直接在上面的 而是你自己準備一個麥克風那一種 要插到電腦裡面來用的 那你一定要注意那個部分 因為 如果你沒有注意的話,有些會發現為什麼錄起來 就是特別小聲 裡面那個說得很大聲 但是 很小聲 那這個之後呢 就可以要注意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看過 在哪裡 桌面上是按右鍵 個人化 那個地方就可以去選擇 那 預設的呢 就是上面的這個 這種 Azio的 那你可以選擇 如果 萬一你覺得電腦的效能不是很好 你就選擇這個Basic 它就是變得比較平板一點點 比較平板 但是你的選擇卡的效能就可以提升 甚至我們有時候在錄影的時候 它裡面 錄影網體裡面都有一個選項 就是要不要Disable Area 如果你覺得 你懶得自己去切換的話 你如果那個選項有夠 只要你進入 這個錄影軟體 預設就把你進入Basic 像我現在用的這一套 Web Yes 它就是這個模式 只要進入錄影模式 它就自動把你切到Basic的 那個 負景主題 這樣相對它在錄的效果比較好 第二個呢 在哪裡 你會找到一個叫做麥克風聲量 也就讓你的麥克風音量再大聲一點 因為我們知道聲音的單位是低低 那所以呢 預設的話 因為這個每台電腦的 可能畫面會沒有辦法完全一模一樣 沒有辦法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往高一點點 往高一點點 那至於說要調多少 可能要看你的那個麥克風 有的調到太高會破音 錄起來就是 因為它音量已經調到太高了 調太高了 所以 也許你的可能要調到中間 也不一定 這個就要看 您實際 測看看 基本上如果 您比較不會 不同地方用不同電腦的話 那大概就做一次就好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OK 了解這樣的基本的準備之後 我們就要來看 這個 Video Capture這個要怎麼用 首先第一個 軟體版本我就不用再講 好 第一個 剛剛老師問到了 錄影完了 存在哪裡 對不對 預設當然都在我的文件夾 所以你要 第一個你要會找哪裡 我怎麼樣去改變它的預設 因為 畢竟 大家就不是乖寶寶 都放在我的文件夾 那是危險的 我的文件夾 不是我的文件夾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軟體打開之後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那個up sheet 點一下 好 點好之後呢 它會一點點時間 好進來了 您先看到這裡 有一個output 就是在這裡 有看到的對不對 output 所以您可以告訴他你預設的資料夾放在哪裡 這樣我也不是乖寶寶 所以我放到這邊來 好那我放到這邊來之後 還有一個要注意一下 預設他的那個命名的方法 直接用時間 ntitle ntitle 好像握的那個叫什麼 未命名文件 然後就1234 這樣子編碼下去 所以 我大部分都是 請他 跳一個 存檔的畫面 那我自己打掌 這樣比較好嗎 我覺得這樣比較OK一點 好 這是第一個 您需要去做調整的地方 那麼再來呢 這是 視訊輸出的 那麼 再來您看一下 左邊第一個 就是device的部分 事實上 Defacture 他的軟體 不一定 您一定要用web camela 也不一定只有麥克風 他還可以透過什麼 網路攝影機 這個 網路的 我們現在不是有很多那種監視器嗎 對不對 有的人在家裡面就放了好幾隻 因為家裡面有放重要東西 對不對 那你透過網路就可以直接 直接拍 那你可能就會想 那這樣子 拍的話 不是要 就是 影片就很大了嗎 對不對 我們剛剛兩分鐘也要那個 可是呢 他可以比較好玩的是 他還可以做什麼 各位有沒有看過縮時攝影 有的有看過 有的沒看過 沒有看過 我 給你看你的 好不好 縮時攝影 這跟我們上課有關係 所以 我都有收集 比如說拍一個日出的過程 日漏的過程 比如說我們這邊比較近何歡山 對不對 這裡 像這樣 這個不可能是 一分鐘兩分鐘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他把照片 是不是組合起來 變成一段影片 這叫縮時攝影 所以像上面這個 這個也很棒喔 你會知道什麼叫做 為什麼叫做 那個雲河 星河 星河 還有雲河 你看這個雲有沒有真的像海一樣的那種 這真的很漂亮 這不簡單 你看有沒有 所以很有智慧 好 看一看就好了 這叫縮時攝影 所以 他可以像這樣 你在 錄影的時候 就是 錄所謂的 一張一張 你可以設定說 我多少秒拍一張 那就 所以有時候 這個也適合 那種 老師如果有些 主要觀察的 還是在那個 野外 田野 那我 只有那個 只要那地方 有電源 那你可以 通過這樣 就是有那個攝影機 可以 運作的話 對對對 聲音喔 聲音就沒辦法啦 聲音一定要持續錄台行 就是說拍那種影像的OK 事實上 今天也有那個 我在PCO有看到 就是 有那種就是 自拍 不是自拍 就是電池 你可以設定 直接設定一個小的那個 攝影機 他就用電池的 也有啦 如果那邊電力不方便 網路不方便的時候 透過那樣也可以 所以這個是 比較特別 那當然他也可以抓螢幕畫面 那螢幕畫面呢 這裡一樣有他 存檔的那個 位置 不過因為螢幕 抓螢幕我大部分 不會用這個 所以我這邊我通常就不會 設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您知道 預設的那個在哪裡了 第二個呢 我們回到這邊 這邊來 快速接近要知道一下 我們剛剛是有跟各位講 控制度F9跟F4 有沒有 好 說真的 幾乎 我現在用大概不下10套以上的 這種固定 好像大家都蠻喜歡 F9跟F4 所以你幾乎每一套都可以啦 大概每一套 那所以呢 他有缺一個 你知道缺哪一個嗎 缺了 暫停 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 在這邊的話 內建子這兩個就有了 但是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會 比如說我要準備東西的時候 還是說這段不方便錄影 你就先暫停 有沒有 所以我會再加一個快速鍵把暫停放進來 他內建 預設子沒有暫停 至於下面這些功能 各位的版本不能用 所以就不用講太多 這是比較新版本 1.74才有的功能 這個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主要的就是 上面這三個功能 錄 坪 暫停 這樣就好 撥 撥不用 因為錄完了就存檔 存完了 你至於檔案總管 找到他就可以 所以如果說你一定要看到 在哪裡的話 也可以從這邊 你看他也可以預約的 有沒有schedule的 那 您如果一定要看說你剛剛的檔案在哪邊 你可以按一下這裡 有沒有看到 按下去之後他就會打開你現在 指定的那個目錄 你剛剛指定的目錄在哪 他就打開 讓你看看說裡面有哪些檔案 直接在這邊也可以直接播 只是通常因為我會整理 我不會全部都擠在一起 所以我會在裡面再整理其他資料夾 所以就不見得說你現在看到的只有這樣子 這樣了解 好 那我就把畫面再還給您 再給您再試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看 他有沒有什麼地方 您應該要注意一點 我發現 我發現 好朋友老師呢 說同學不小心呢 Active Preventor也在錄 然後 Debug 也在錄 所以你如果看到一個綠色的螢幕 那個框框的 請按下 按鍵盤上的按鍵盤上的按鍵 他的結束是按鍵 那你代表電視群 其實 像我來講的話 我的電腦等於有兩個輸入裝置 一個是NOFOOG本身的 一個是網路攝影機的 所以其實 我 不同的裝置我可以一起錄 兩個軟體我可以一起錄 那這樣呢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要講解這套錄影軟體 我就是另外一套軟體來錄就好了 這樣您大概了解那個意思 真的齁